望线之星河滚烫 第五十八集 争吵 魏无线在卧室里打电话 隐约能听到外面的说话声 声音时大时小 一开始他没在意 挂了电话 门外的声音在某一刻大了起来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 看到魏长泽挥着手 情绪有些激动 魏长泽正在门上 要说什么 见他出来 几步走了过来 你 拧了半天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魏无线看着他 又看着脏色 心里明白了几分 大概是因为自己的事 想问什么便问吧 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魏无线说 不难以启齿 魏长泽伸着手指着他 你喜欢谁不好 喜欢姓蓝那小子 他有什么不好 他是男的 那又如何 你 魏长泽此时气节 方才魏无线接起电话的神情语气 他原以为是哪家姑娘 他好提前准备准备 谁知疑问竟是蓝忘机 他此时事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你真是 伤风败俗 丢我魏家的脸 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学的 魏无线原就没打算告诉他 便没想过他会接受 可是魏长泽的话 让他皱了皱眉 你魏家 魏无线的语气不好 绷着脸 魏长泽此刻作为家长的那点尊严被挑了起来 毕生之责 这是你对长辈的态度吗 转头对藏色喊 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 伤风败俗 魏长泽 你闭嘴 藏色见魏无线神色不好 担心他会有什么 忙出声吼道 妈 你让他说 我倒是想听听这个十几年来 对我不管不问的人会怎么教我 我伤了哪门风 伴了哪个俗 你 你们现在还不是伤风败俗 我告诉你魏无线 你们的事即便你妈同意 我也是不会同意的 你趁早断了 否则 我绝不认你这个儿子 呵 魏无线气急返校 认我 你何曾管过我 这么多年不闻不问 却突然要对我的人手指手画脚 你有资格吗 这一刻 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各种情绪倾泻而出 那些他以为不在意的事 一渐渐从脑里心里跳了出来 魏长泽也气得不轻 藏色反应过来他抬手时 忙冲上去要拉开魏无线 却还是慢了一步 他的一记轻亮的声响 落在魏无线的左脸上 三人都愣了一下 魏无线抬眼看着魏长泽 眼力全是怒意 藏色拉着他 手捂着他的脸 朝魏长泽吼道 魏长泽 你疯了 线线 你没事吧 没事 魏无线拉下他的手 摇了一下头 转身进了卧室 拿了背包往外走 阿线 你去哪 藏色担忧地问 魏无线没有回答他 门随着他离去搭得合上了 魏长泽想说什么 却被藏色推着出门 我就不该心软让你过来 你没心自问他的话 哪一句说错了 魏无线下了楼 楼下几个小孩 正在放仙女棒 想起从前拉着 蓝忘机玩的情景 笑了一下 拿着电话 想打过去找他 可是想到今晚 是一家团员的时节 他忍住了 团员 他曾经也想过的 在APP上查了好一会 已经没有去A市的机票了 只好乘高铁 订了最近一般的票 打了车去高铁站 魏无线回到江边公寓 已是半夜了 蓝忘机给他发了几条信息 他回得有些慢 在高铁上时 蓝忘机打了视频电话来 魏无线怕他担心 没接 直到回到了公寓 才回信息解释 说是因为在楼下 完没接到视频 附带了一句晚安 蓝忘机一直在等 魏无线的电话 看到信息总觉得不对劲 拨了电话过去 已是关机 心里的不安 一下子跳了出来 顾不得已是半夜 把电话打到藏色那里 魏无线没想到 蓝忘机会在下半夜回来 握室门打开时 他还以为是幻觉 蓝湛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 怎么不和我说 魏无线突然便觉得 所有的不快都不重要了 只要这个人在就好了 从前他便渴望着家人 即便那一世江叔叔 待他很好 但每每深夜 他还是会偷偷 想念自己的父母 这一世 有疼他的妈妈 还有奶奶 而他已成年 未来有他便够了 不想你担心 魏无线抱着他 脸在他怀里蹭了蹭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告诉我 蓝忘机双手紧了紧 像是要让他感受到 自己的心意 嗯 魏无线在他怀里 点了点头 大约是因为蓝忘机在 没多久魏无线便睡着了 醒来时已是年初一的中午 他打着哈欠 伸着手出了门 看到蓝忘机在打着电话 放心吧 阿姨我会照顾好他的 是藏色 魏无线这才想起 他手机还关着 盲开了机 微信的红点层层的叠加 藏色大概一晚没睡吧 魏无线有些自责 蓝忘机朝他伸出手 等着他过去 把电话给了他 魏无线抓了一下头发 喊了一声妈 对面沉默了几秒 便传出了失吼声 臭小子常能耐了是不是 妈 魏无线想解释 听到藏色在那头喊了他一声 又笑了一下 新年快乐儿子 妈 新年快乐 过两天我把吃的寄过去给你 急得要按时吃饭 知道了 还有 别太懒 妈 我哪里懒了 那你告诉我你哪情快了 我可是会做饭的好吧 魏无线嘟囔了一句 抬眼见蓝忘机看着他笑 便补了一句 今天的午饭我包了 待会拍照给你看 藏色女士 拭目以待 还有 忘机你多担待担待啊 说完便挂了电话 魏无线对着嘟嘟的电流声无语 可真是亲妈 蓝忘机却还在笑 魏无线瞪了他一眼 笑什么 我很期待 今天的午餐 厨房 魏无线把冰箱里有的东西 都搬了出来 想了一遍他能做什么 最后觉得做个火锅 东西一锅熟不就简单了 要帮忙吗 蓝忘机已在门边 看着有些手忙脚乱的人问 要 魏无线求之不得 帮忙 可是需要报酬的 蓝忘机站在他身侧 看了一眼凌乱的石台 七 魏无线扁扁嘴 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算了 我自力更生 蓝忘机皱眉 默默地退在一旁 看戏 叮 咚 当 蓝湛 魏无线回过身去 看在一旁看戏的某人 江湖就急 快帮忙 喝 蓝忘机走过去 一边挽着袖子 一边说 想好报酬没 先欠着 搞定午餐怎么都行 我好饿了 蓝忘机笑笑 啄了一下他的唇角 这里不用你 出去等着 桌上的牛奶喝半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